我們來算一下 未來一個月 我能通體舒暢嗎 來 自知測驗 我們的幸運數字有 3048 5967 2531 9426 還有6750 好 孔剛老師 要選一個啊 對啊 我選2531 2531 那2531喔 那我就是9426 9426 本來是9453啦 就是有3啊 沒有啦 沒有這個 好 來 加碼 9426 9426 陳剛宜老師也是喔 5967 好 那我也 9426 啊 好 沒有人選是6750嘛 對 好 我選6750 來 觀眾朋友 3048 5967 2531 9426 6750 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通體舒暢嗎 對 我們來看看 未來一個月 我能通體舒暢嗎 在哪裡通體舒暢 我們來先看看 6750 6750是 雅蘭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在哪裡 通體舒暢 對 貴人家之公成名就 就是事業能夠通體舒暢 事業方面沒有成... 這個貴妃... 對 就是工作事業上面 沒有任何壓力 工作的業績都能夠 非常順利的達標 所以說能夠得到 那個老闆的賞識 當然那個雅蘭姐就是 演出非常成功 非常轟動 一定要來看喔 所以有時候 如果觀眾朋友的話 好像就是老闆的加薪 升級 那事業成功 當然你的門口 排著滿滿的客戶 當然就會讓你 非常的快樂 所以說 心中充滿了快樂的 腦淚灰 所以就讓你通體舒暢 謝謝 對 大家我們來看看 9426 9426很多人選 是白雲選的 還有那個 艾輝老師選的 還有篤林哥選的 我們看看是 到底是在哪裡通體舒暢 我們來看看喔 神采奕奕 昇榕火舞是 健康方面通體舒暢 正正正正 平安中對了 對 因為身體健康 精神飽滿 想吃就能吃 對 想睡就能睡 想走東就可以走東 想走西就可以走西 所以說要錢有錢 要人也是有人 老師你從哪邊看出來 要錢有錢 我其實我看沒點 你應該是老師啦 看到的是這個數字 所以你是選到這個數字 謝謝 所以你就可以在 未來一個月 不是很久喔 所以說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應該講是逍遙王 所以說是健康方面 舒暢 能夠通體舒暢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個 二五三一 二五三一是 孔鏘顯得 還有觀眾朋友顯得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通體舒暢喔 有智慧 好 一皮天下無人輸 越皮越新疏 不管發生任何事情 都是想得開 那你要想得開 就是要有智慧 有些事情 你一直想 歡樂哪會改革事情 我們就來歡樂就好了 所以不會去煩惱他 不管什麼事情 就是什麼事情 如果說天塌下來 有比我更高的人 幫我頂的 所以沒有問題 所以說活潑開朗 樂天達官 什麼都不怕 是 YA 來 接下來 我們看看 現在來對解了 來 我們來看看 三零四八好了 三零四八 就是現場沒有人選的 觀眾朋友選到這一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通體舒暢呢 其實也不錯 才子佳人 山盟海事 就是愛情方面 能夠通體舒暢 因為觀眾朋友選到的話 如果說是真的 就是你的感情 正在上身的軌道當中 激情感情升溫 在甜蜜當中 不管是初戀的人 或是有老情人的人 都是互動非常的靈樓 非常的靈活 非常的快樂 所以是在感情的養分 非常的大的時候 所以說有愛情 就能通體舒暢 所以說滿滿的錢可以讓你 想花什麼 來講 就是陳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朋友選的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通體舒暢 腰長萬共 婚姻主持 有金錢做年 通體舒暢 對 應該講說 雖然說錢不是萬能的 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所以說滿滿的錢可以讓你 想花什麼就花什麼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隨便花 都有足夠的資金 所以說你想很久的包包 你也可以去買 想很久的車 你也可以去買 所以說可以有隨手 可以動用的資金 就會讓你金錢 就通體舒暢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廠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數官方粉絲團 請上次